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在生命受魄之时才会像火山一般爆发 只是从出生到现在 我还从未经历过生死战斗 但却突然失去了修炼斗气的天赋 那之后 我如同被风摆布的沙丘 我也曾认为斗气是衡量万事万物的准则 因为那时 我还是别人眼中的天才少年 我很小便展现了自如运用斗气的天赋 足以让母亲都刮目相看 作为乌坦城三大家族的萧门 守护这里的百姓是我的义务与责任 不断变强的火鼠斗气 使我对众人恐惧的火焰操纵自如 我自幼便常与两位哥哥进山手脸 自然也遇到过凶猛的野兽 即便深处险境 也可以瞬间爆发催枯拉朽的力量 面对两小五彩的勋儿 我总有办法去讨她开心 轩儿 想家了 当然 也是因为我的斗气 这一切逐渐让我觉得自己可以试强凌辱 无所不能 直到那一天 母亲 我的斗气又变强了 为什么要上马一窝 因为我能了 因为我厉害 你能不代表你可以 强大不代表你有权力决定他人的命运 颜儿 你有着超越常人的天赋 注定拥有他人没有的力量 答应母亲 从今天起 慎用你的每一份力量 好吗 对不起的 我错了 我错了 只错能改善莫大焰 师父 拜托你 都没有 雅儿 把这枚戒指带在手上 记住 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不要摘下来 快 你就在这儿等母亲 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不要出来 好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二十年了 我终于找到了人 把我的东西给我 你亲眼所见 那东西早就毁了 你骗得到别人 你骗不了我 我寻遍了整个大陆 把散落的散片一一倒了回来 你骗得就差一颗 一定在你手上 好 好 心中哈 我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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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小八子 颜儿 啊 这就是你认定的天才儿子 这不就是个废物 东西 把东西交给我 我就放了 东西早就毁了 你的那个新世界 已经灰飞烟灭了 灰飞烟灭 那我就叫他跟你一起 灰飞烟灭 灰飞烟灭 无论如何 新世界终究会到的 你却看不见了 我保证你的儿子 他一定能看见 东西 东西 好漂亮的眼睛啊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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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 creo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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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 母亲 颜儿 母亲 颜儿 母亲给你的那枚戒指 母亲 无论如何也不能摘下来 千万不能摘下来 就算母亲不在了 这枚戒指也会陪着你 保护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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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千才嘛 不是百年不遇的斗戏高手吗 母亲死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你现在在这儿放缩 你够了 兄弟 放手 小银子 够了 你们俩也下去吧 你们俩也下去吧 想过就哭吧 不用憋着 萧氏族人 萧鼎萧丽 今受你剑 以此之善恶挥剑而斩 从此承恶扬善 不为祖训 今受你鞭 以此之进退 策计作战 来去自如 从此进退有度 不复其许 今受你盾 以此之敬畏 人力有尽 地力无穷 从此敬畏天地 不绝负责 今受你锚 以此之容 夏颜哥哥 你也想从军出生吗 从此顶天立地 不损足 他们从军是为家族不取荣耀 不去能干什么 宋长 云兰宗指示葛业与纳兰家小姐到访 云兰宗 有请 是 云兰宗 那可是大陆还没第一个斗气奏呢 那可是大陆还没第一个斗气奏呢 萧组长 这颗聚集丹是丹王骨盒最新出炉的商品 对族长的斗气修行获有景尚天花之名 还望族长效纳 聚集丹不自担我之手恐怕共事价值连城啊 葛长老有什么事情不妨直言 我带了一封信 宗主让我成御族长 用不着这么麻烦 我的事情我自己说 萧伯伯 我这次来 是来退婚的 是 家父与纳兰老家主 为了两家世代交好 才让炎儿与氏侄女定下婚约 氏侄女所言 是纳兰家的意思吗 这是我自己的意思 宗主也是这个意思吗 纳兰小姐是宗主的嫡传弟子 也是我们云兰宗宗主的继任人选 按照规矩 宗主的继任人选 这婚姻 婚约对两家牵扯甚广 不可儿戏 葛长老 正是因为婚姻大事不可儿戏 所以我才要自己做决定 身为纳兰家长女 云兰宗宗主青川弟子 我岂能嫁给一个 大兰小姐都上门退婚了 何必愿意又只给我留面子呢 废物这两个字我又是没听过 你就是萧妍 没错我就是 退婚这事随时都可以 但是你偏偏选择我兄长 从军出征的日子 就是为了来羞辱我 我休失全足 对不起 是我考虑不周 让你们误会了 我虽然没有见过你 但我从小就听说 你是加马帝国百年不遇的奇才 能嫁给一个天才 应该是所有女孩子的心愿吧 虽然有很多关于你的传说 但我一直都相信 与我们纳兰世家一直交好的萧门 是不会欺骗我们的 对吗 一定不会 你的斗气是火属的 点燃蜡烛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 只要你能点燃场上任何一颗蜡烛 我绝不再提退婚之事 此生 以你为终 好 二十一 ��를�� 百年麻烦 quantum 九三 以恼还有其FA 忍不度 推开 炸 郑 父 服务东 明日若还是不行 就后日 我等你三年 三年之内 你随时可以来云兰宗找我 只要能赢我 我便还是你的人 这才是羞辱 不必等三年了 我今天就让你得偿所愿 其实我根本就不在乎 什么云兰宗的宗主 是不是我的未婚妻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一刀两断 但是我奉劝你一句 仗势其人的事情少做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秋 我三弟 干什么 这不是解除婚约的契约 这是我硝烟的修书 从今天开始 你与我 云兰宗与萧家 再无瓜葛 我投赏喜欢你 她有什么人 就是 fulfil 不知道 rather 大家要遂照我 シルク 脚 屌囝 山川河海 宁兰宗固然厉害 但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奈兰小姐如果一直这样 早晚会吃大亏的 近日有高人在场 隔夜先行告退 你还在干吗 你该不会 真是为了取不忘 那个纳兰燕人在生气吧 哪也配 那你还在生什么气啊 你又不是不在 他说人面前误会 我们肖家这首气 你咽得下去 所以我们要取得完 都要打败他 纳兰燕人 是 你还是要去比喻 那你还是想娶他呗 不是 我才会娶他 长得跟个烂白菜一样 脾气忧臭 长得自己是云兰宗的弟子 到处欺负人 狗帐人是 我以为欺负成这样 你还开心 我开心 是因为 你不用娶他呀 我不娶他 你有什么开心的 你说我值不值得开心 该不该笑 但是我一点漏气都没有 这倒好不丢了啊 我感觉我在肖家 要待不下去了 你要是觉得 在肖家待着没意思 那咱们就走 你不会说是要死奔吧 这也能过得要好好想想啊 我以后要是没钱怎么办啊 结婚生子有点早 带你最急的 起码两年吧 虽然呢 这该不一样的 这什么年 我说的是 嘉南学院 嘉南 对啊 你要是想要打败他的话 那就得好好地修行 嘉南学院 是整个大屋最好的学院 正好 他们下个月 会来乌坦城招生 那时候 咱们俩一起去考试 好不好 那我半点儿都气都没有 我连蜡烛都点不着考试生 别气呗 多练练就好了 试试吗 试过了没有用呢 再试这一次 这不就成了吗 我说得没错吧 只要多练练就一定可以 对不对 对不对 少见的存活属性 而且小小年纪 就以禁止动止了 很好 你已被录取了 下一位 肖炎哥哥 你听我说啊 我知道你是怕我给肖家丢脸 但我斗期真的恢复了呀 你看 不是我知道脱温认识 你让你蒙羞了 所以我得去嘉南宣言我修炼 我才能给肖家挽回尊严呀 那母亲呢 母亲当年牺牲自己 还回我一条命 我不想一辈子做废物 你觉得你母亲当年为什么救你 还用她的死为你换来了未来 一个有着无数可能性的未来 在这些可能性里 你可以成为任何人 做任何事只要你愿意 你为什么一门心思地想修炼 因为我要报仇啊 我得变强啊 我得找到杀死母亲的凶手 我要打败那来爷人 我要打败所有欺负过我的人 如果你觉得你母亲牺牲自己 是为了换来你今天这副模样 我真希望她当年没有这么做 小董董 你不会真要跳吗 谁啊 我是你母亲 显灵来见你了 我死得好冤啊 鬼啊 全部回来了 我的斗气弯 我 我的戒指 有意思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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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东西 你 你是不是要来害我 首先 我不是东西 我是一个人 不是 你给我解释清楚 你为什么会从戒指里出来 而且为什么我戴上戒指 我就使不出斗气啊 你的斗气 我吃了 什么 我叫你吃我斗气 吃我斗气 你学生看不清我 我不想打我一顿都怪你 你就这么对待你母亲的遗物吗 老头 你为什么要吃我斗气啊 你今天不跟我解释清楚 我跟你没完 此事说来话长不提也罢 反正呢 因为你的斗气 我才能再次苏醒 所以啊 你要是求我的话 我可以答应你 滚 我还没说完呢 回来 我虽然苏醒了 不是肉体存在 所以啊 还是要住在你的戒指里 我不要 你还去哪儿去哪儿 不要来骚扰我 我还要去迦南学院 哎呀 你就是想去找你那个小情人 那个什么薰儿吗 我告诉你 你就算去迦南学三年 你照样打得过纳兰燕燃 你以为云兰总是守护的 敏捏的 哎 你怎么知道纳兰燕燃的事 哎呀 我知道的事多了 你每天都会偷吃厨房 给你二哥留的鸡蛋 三个月前 你为了报复族中长老 在他泡酒的坛子里撒尿 对了 上个月初五那天 你同意 谁 前辈 打住 不说不还能做朋友 谁跟你做朋友啊 行 要做的话 我就做你的老师 老师 嗯 你 嗯 你被封印了凭什么呀 想打败纳兰燕燃吗 行 我的腿 哎呀 没事没事 我帮你加快一下节奏 我的 就是人生药尊者的药臣大师 当年年母神不灵儿 也曾经败在我的名下 后来我遭遇一件大事 死了 你瞧瞧你这一身模型动气 天生就是 练药师的好劈子 哎呀 没有人比我这个 天下第一练药师 更适合做你的老师了 将你答应我 听我的话 请魔兽山脉修炼 哎呦 闲的手手名 请魔兽山脉修炼 最多意念 那蓝燕燃在你跟前 就是一喳喳 二 哎呀 哎呀 说了那么多 估计你也信不够 来 给点实惠的 简面礼 这个旋铁齿 是给你练身体的网器 为配合稍后 交述给你的 盐分十浪尺 这本焚绝功法 是给你修炼的秘籍 这个丹药是不是吃下去 就有几十年修炼的 斗鸡的丹药呢 小贼 是给你脸相忠用的 萧燕哥哥 你痘气恢复了 快上车 我们一起去渣南 我先不去了 我还有其他安排 你一定要在渣南学员等我 我一定会去找你的 好 我等着你 你一定要来啊 小混蛋 见到孙儿就忘了老师 你把戒指放哪里了 老爷 要不要我去把小帅爷追回来啊 不用了 他长大了 有自己的路要走 其实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我不能跟薛儿一起去 加南学员修行呢 那里修行太慢 你不是兴棋吗 我一时有一个速成的方法 那我们去哪儿 魔兽山脉 中文字幕 披耳朵 我们去哪儿 把戈彩曹 走 我们去哪儿 那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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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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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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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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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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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